2023年6月份 賭王家族因為旗下老佛爺酒店開業 難得來了一回大聚會 以防三房四房會聚一堂 唯獨缺了大房 這些年賭王家族增產新聞頻出 不過雖說鬥爭激烈 但有一個書家卻是眾人認可就是大房 一開始找粗證券的大房 最後竟然落到如此景地 也真是讓人唏噓感慨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把懷疑的目光 投向以防不是沒有原因的 戒因大房沒落之後 以防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且大房的出事 全部是在以防進門之後發生的 大房最慘的遭遇 莫過於長子何柚光 在1981年遭遇的那場車禍 他與妻子雙雙過世 留下兩個年幼的女兒 那次的打擊對於原配黎遠華來說 是致命的 他自己後來也在同一地點 遭遇同樣的離奇車禍 腦部受損嚴重 大房長女何超英 因調查低低車禍 遭遇離婚以及精神失常 實在過於悲慘 大房如同被人阻袖一般 就此沒落 要不是大房幼女何超雄及時浸出來 撫養兩個侄女長大 大房還不知道要慘到什麼地步 以防這幾年 倒將士沒受到報應一般 平暴千雲力壓過房 奪得倒皇家產成為最大贏家 不過 以防小女婿陳子聰的遭遇 似乎印證了報應一說 將士在位以防擋殺一樣 本身來自演藝圈的陳子聰 愛形和才華、君偉出色 不過自從取了何超儀之後 他也放棄身材管理 變成之後的肥佬 更要命的是 這些年他還經歷過血管撕裂 嚴重內出血 昏迷二十多天 貪瘓兩個月、緊急手術等關口 要不是超能力發揮作用 恐怕他的下場還難說 因為生病的緣故 原本原樣的他 變得骨瘦如柴 拘捕他的病已經花費千萬港幣 不僅如此 人也受罪到了命員一線的地步 他的身體情況 固然有著對於自身照顧不周的局面 更有著取了婦家女 不自在以至於放縱自我的原因 再婚禮上 被惡婦調刊以後要心從四得 難得有非聞傳出 還被何超儀公開喊話 笑光對方頭髮 再加上何超儀覺得陳子聰半點有安全感 於是他就放棄身材管理 直接圓養成肥腦 甚至還有過半夜 被何超儀趕出家門的照片 只見他拖著巨大編織袋 身上敷著兩個大包 被媒體拍到被浩門趕出家門 這幾年陳子聰到底過得如何 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缺錢是不缺錢 但是失去自由恐怕也沒多好 至於他的病 到底是不是為了以防擋殺 恐怕就人者見人至者見治了 2003年他與賭王以防千金何超而結婚 雖然兩人沒有生兒育女 但感情一直很好 身材本來肯見識的他 分厚日漸發福 歲氣不在何超儀也一點不介意 天有不測風雲 2016年陳子聰患上重病 他的身材日漸消瘦 卻肚大餘肋 比例非常不協調 後來他更入院撤除了部分腸子已吸肝 在他患病期間 何超儀不離不棄陪伴在身邊 令人動容 至於具體幻想什麼病 他本人以及何超儀 都沒有對外說明 在此之前 何超儀獲下威夷電影節 頒發終身成就獎 他沒有親自到場領獎 但錄製了感謝視頻 他透露因發生嚴重個人事件 令他無法參加頒獎賴 何超儀口中的嚴重事件是什麼 他不願詳細說明 不過 外界都懷疑他老公身體有問題 因為夫妻倆狠狗沒同空 後來何超儀 隨一眾賭王家族成員參加酒店開幕式 問到老公為什麼沒有露面 他說老公沒有空 有事情要忙 很遺憾老公不能出席開幕式 之後 他終於鬆口承認老公幻想重病 不一定會死 但真的很麻煩 他說自己近期很少為自己做任何事情 他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老公 為了了解詳情 媒體對陳子聰患病一事進行了調查 而外發現他的病情非常嚴重 下半身癱瘓了超過兩個月 事情發生在 2022年9月 當時何超儀與陳子聰參加援演出後 何超儀去了電影節 陳子聰側到澳洲探望父母 他開車載父親去醫院的時候突然肚子騰 隨即入院檢查 醫生檢查後發現 他有幾條血管撕裂導致嚴重內出血 需要立刻進行手術 何超儀得息老公入院後擔心不宜 他放下手上的工作定機票去澳洲照顧老公 陳子聰述後足足昏迷了二十多天命圓一線 雖然他後來醒過來 但下半身癱瘓了 尿管斷裂以及各種身體問題 整個人一下子受療很多 他後續環要進行多個手術 當地醫院卻沒有這些技術 為了保住他的命 何超儀更忙安排老公回國接受治療 直到1月份他才能下地走路 4月份何超儀安排陳子聰赴美做手術 然而醫生發現他的身體暫時不適合做手術 他只能先回過休養 老公被受病痛折磨何超儀懇事難過 他不僅安排了看護以14小時照顧老公 患減少工作陪著老公 而近日陳子聰病預復出的消息引起了異烈的反響 作為娛樂圈的一員 陳子聰無疑是備受關注的對象 而他的妻子何超儀 也是一直在他身邊默默支持 這無疑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愛情 前段時間何超儀還因為參加一場演出 而腳步受傷 不過他卻表示自己是在跳舞時受傷的 並且還視全程表演完畢 這樣的艾力和堅強令人十分欣賠 前不久有媒體拍到陳子聰現身一場音樂節的宣傳片拍攝現場 雖然病欲剛出不久 但他的狀態似乎已經恢復的不錯 全程帶著墨鏡精神飽滿 眼中透露出對音樂的熱愛和執著 看起來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狀態 不過出於對身體的考慮 陳子聰在表演的時候並沒有做出太過激烈的動作 只是正正地站在那裡演唱自己的歌曲 這樣的決定也是為了避免吸自己的身體帶來以致傷害 而在得知老公可以重新投入工作的消息之後 何超儀也是為他感到十分開心和鼓舞 還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為陳子聰加油打氣 鼓勵大家踴躍購票 到時候一起去音樂節現場為他助威 而前不久何超儀再一場音樂節上全程表現 並且橫視半著傷勢參與演出 現場觀眾看到他的傷勢之後都表示擔心 並詢問他到底是怎麼受傷的 而何超儀真內心地給大家解釋 原來他的腳步是在跳舞的時候受傷的 不過即便是這樣 他依然選擇全程表現沒有半點而退縮 在觀眾的眼中何超儀是一位非常有擔當和毅力的藝人 他的堅強和勇氣可以成為他人的榜樣 而這樣的表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和肯定 當被問及自己的傷勢會對工作和生活有什麼影響時 何超儀表示現在已經開始感到疼痛了 而且行動上也有了一定的不便 比如說自己一個人洗醋的時候 無法隨意地移動 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勞工的幫助 而且這樣的狀況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細心照料 何超儀的一番話也讓大家更加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也更加佩服他那種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精神 相信在大家的全力關心和祝福之下 他一定可以盡快康復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 除了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之外 何超儀還透露出了對音樂的熱愛和向往 他表示自己現在已經可以跳舞了 就是無法把跳舞當成一種工作 這樣的狀態讓他感到非常崩潰 因為這意味著自己無法做自己最熱愛的事情 為了能夠盡快恢復身體 何超儀也會全心投入康復的工作中 畢竟音樂是他生命中不可獲決的一部分 而跳舞更是他熱愛的事業 所以相信他一定會為了夢想而努力 也期待他可以盡快恢復良好的狀態 再次用優美的舞姿和凍聽的歌聲感動更多的人 一直以來 陳子聰和何超儀都是備受中目的 娛樂圈夫妻檔 他們之間的感情十分美好 也是無數粉絲心中的榜樣 次陳子聰病與復出 還可以和妻子一起參加音樂節的演出 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而這樣的合作也讓兩人的感情 得到了進一步的聲華和聲溫 也讓外界更加羨慕和祝福 在音樂節的現場 何超儀和劉爾達 有過一次甜蜜的合作 當時劉爾達還特意誇他有義氣 因此在前不久的音樂節上 何超儀也以神秘嘉賓的身份現身助陣 而且還視全程帶著墨鏡 神秘又性感 這樣的舉動也讓現場的觀眾興奮不宜 除此之外 他還和劉爾達有了一段別開生命的合作 兩人進行了多首歌曲的演唱 而且還有過心情的對視和交流 這樣的表演也收獲了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結束表演之後 何超儀也接受了媒體的採訪 當被問及自己受傷的事情之後 劉爾達也是非常關心 還問他有沒有及時進行治療 如今的傷勢怎麽樣了 還開玩笑地說自己會給他寫歌 這樣他就可以借著歌聲來宣洩心中的情緒 何超儀的崩潰和無奈 也得到了劉爾達的深刻理解 他在一旁傾聽他的訴說 並給予他鼓勵和安慰 最終還和其他的嘉賓一起伴他左右 完成了一場充滿情感的演出 至於陳子聰的病 現在看來已經並無大礙 到底是不是為了以防擋殺 恐怕就人者見人事者見事了 不管怎樣 身而為人 人在做 天在看 凡事還是不要太過分的好 好了 今年的視頻就到者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